一花一世界 一眼一如来 大家好 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你有没有想过 自己这一生还剩多少时间属于自己 在视频时间去哪儿了中 有一段话非常扎心 如果人的一生平均寿命是78年 我们要花28.3年在睡觉上 仅仅是睡个好觉就要花掉人生的30% 按每天8小时算 我们至少要花10.5年在工作上 并且超过半数的人想要逃离现在的工作 在社交媒体 电视上消磨掉9年 做家务要花掉6年 吃吃喝喝要花掉4年 化妆打扮 购物再花掉2.5年 算到最后 看似长长的一生 真正属于自己的不过短短9年时间 但即使知道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 不过短短9年 但绝大多数人的选择还是很奇怪 就像J Shetty在演讲中所说 如果我们每天有八万六千四百块到账 我们绝对不会浪费 但我们每天有八万六千四百秒的时间 我们能把谚语背得很溜 但极少有人知道 如何让这属于自己的短短9年时间变得有意义 我们的时间到底在哪儿消逝 废掉了 作家李尚龙说 在大城市里搞废一个人的方式很简单 给他一个安静狭小的空间 再来一根网线 最好加一个外卖电话 好了 他就可以足不出户一个月 德卡先生的信箱中有这样一段话 漂亮的衣服等等在穿 好玩的地方要准备好了再去 总把希望寄托在以后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生活没有任何改变 人们总以为余生很长 很多事情是不着急的 18岁的时候想学画画 等毕业再说吧 25岁的时候想多学一门外语 等工作稳定再说吧 30岁的时候想健身 等孩子再长大一些再说吧 结果发现 生命来来往往 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 有的只是现在 时间从来也不是什么神偷 他是个老实人 从不偷东西 只顾自己不闻不问地往前走 只是我们虚度了时间 辜负了光阴 从出生的那一刻 人生就已经开始了倒计时 往后余生 抓住剩下一步多的时间 让我们 1.去爱 看过一个视频 是翁帆第一次向大家公开 和杨振宁的婚姻生活 在家休息的时候 杨先生窝在沙发上看书 翁帆会在旁边弹钢琴 出门散步的时候 夫妻俩会手牵手 聊聊天拍拍照 两人聊天时 时不时会互相看着对方 发出会心的微笑 他说 虽然在岁数上说 他已经年老 但在精神上 他还是保持年轻 他说 我的婚姻生活 是象牙塔中的象牙塔 隔着54年的光阴 虽然两人年龄差别很大 但从他们的聊天中 能真正感觉到 彼此的爱与真事 潜喜似苍狗 深爱如长风 人生不长 认真去爱的人 才更能体会到 生命中的平淡 真实的幸福 一期一会 不复遇见 爱家人 爱朋友 爱自己 付出爱 感受爱 收获爱 经历都很珍贵 过程就是结果 二 去实现 在战乱不断的乌甘达 从小在贫民窟长大的 纳布瓦那 花200美元 自编自导了一部电影 并获得了全网的一致好评 纳布瓦那从小就听 两个哥哥 讲电影里的故事 看他们模仿 电影中的武打动作 这在他小小的心中 埋下了一颗电影的种子 从未进过电影院的他 立志以后要拍电影 长大后 纳布瓦那努力去实现梦想 没电脑就找零件组装 没录像机就向朋友借 没演员就请亲友路人帮忙 没摄影棚就挂个绿布 没道具就自制 不会视频剪辑就自学 对很多人而言 心中揣着梦想 却总会被经验 资源 犹豫不决等问题捆住手脚 可纳布瓦那说 我希望世界上的每个人都知道 哪怕你只拥有一点点 也可以创造出好东西 也可以做得更多 人生的意义就在于 未来可期 做你想做的事 实现你的构想 不论是大事件 还是小事情 人总要经历一些痛苦 才能成长 也只有不断的努力 才能收获梦想 照进现实的快乐 和幸福 人生不长 有什么想做的 就努力去实现吧 付诸行动 方能不留遗憾 不负自己 有个文友家境不好 高中毕业后 他不得不接受家里的安排 去小学当代课老师 虽然教书的同时 还要干农活 照顾弟弟妹妹 可是代课期间 他通过成人高考 考上了师范大学 后来 为了多赚钱 他到城里 当了一名流水线工人 枯燥的流水线生活 反倒成了他学习的动力 通过不断努力和提升 他从工人转岗 到文员 再到管理岗 他说 以前遇到挫折的时候 我也会抱怨命运不公 现在我的想法 却不一样了 过去已成定局 无法更改 但未来 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创造 人生中 难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无人问津也好 既不如人也罢 不管发生什么 先让自己安静下来 理智地看清自己的处境 不纠结 不强求 才可能迎来转机 临近过年 有的人说 现在越来越没有年味了 美食什么时候都能买到 放假还要补班 就连团聚也怕回去 被各种催婚比较 其实 正因为平日里物质 已经比较充足了 我们很难体会到 缺一少时的窘迫 也正是因为心里的欲望太多 一直想追求更好的 所以在团聚的时刻 反倒无法好好享受 在一起的可贵 很多时候 不是生活中的快乐变少了 而是我们想要的变多了 久而久之 欲望渐渐消磨掉了 我们原本拥有的快乐 周国平说过 心灵和胃一样 需要休息和复原 越是成熟的人 越懂得留白的智慧 该打拼的时候 全力以赴 该安静下来的时候 就 万品人间烟火色 闲观万事 岁月长 找到忙碌与于闲的平衡点 张弛有度 把握自己的节奏 清理内心的冗杂 才能更好地 掌握自己的人生 五 去感恩 听过一个故事 有人问一位老先生 太阳和月亮 哪个比较重要 老先生想了很久 说 月亮比较重要 因为月亮是在夜晚发光 那是我们最需要光亮的时候 而白天已经够亮了 太阳却在那时候照耀 有人或许会笑这位老先生糊涂 可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人不也是犯类似的错误吗 因为知道亲人一直都在 所以常常忽视他们的付出 因为潜意识里知道对方爱自己 所以会肆无忌惮地对他发脾气 有时候 拥有的人反而不会去感恩 不是吗 宫崎俊说 只有一颗舍得付出 懂得感恩的心 才能拥有一生的爱和幸福 其实 感恩是生活中的大智慧 懂得感恩的人 往往不再拘泥于物质 而注重精神层面的滋养 拥有感恩的心 更容易感受到当下的美好 即使生活不如意 也能将他打理得勃勃生机 余生 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生活会甜很多 每个人的内心都住着两个小人 他们会发出两个声音 一个声音是鼓励我们上进 不断丰富我们自己 鼓励我们不断成长 一个声音是纵容我们退步 让我们变得懒惰 让我们骄傲自满 这种声音限制了我们的潜能 从早上醒来到入睡的前一刻 每天这两种声音在战斗 大多数人会倾向于听后一种声音 更多时候是听从了身体的安排 而少数人倾向于听第一种声音 更多时候是听从了意识的召唤 很多时候我们会说 想想激动 回头不动 说的就是意识里是想努力学习的 而身体上则存在惰性 身体的惰性影响到了意识的积极 轻度的运动不仅仅是锻炼身体 也是在消除身体的惰性 让意识能够很好地掌控身体 让自我激励能够在心中生根发芽 最后抓住人生中的九年 走出不一样的你 我们不能总走别人的路子 在别人的影子下生活 我们需要走出自己的人生路 走出自己的一帆天地 世界上没有两个李小龙 没有两个乔丹 同样 我们也不可能成为某个名人第二 我们只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传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